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做的是可樂豬腳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食材有 豬腳900克 醬油200ml 然後可樂100ml 還有鹽巴少許 那我們剛剛豬腳已經事先先汆燙過 去除它的血水 那我們現在 先將我們的豬腳 把它放入鍋內 再倒入我們的調味料 醬油 還有可樂 再加入鹽巴 這邊可以依照個人口味去調整 那我們大概加入5克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放入鍋內 安全鎖要鎖起來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是 燉煮的功能 裡面的豆類蹄筋 那這邊預估完成 分中數是30分鐘 那按下開始這樣就完成了 好 那它現在已經完成了 我們可以來準備打開 那我們打開刷機的先將安全鎖解鎖 那再按開啟就可以了 看起來都已經滷透了 那我們來準備上菜囉